7月19日 78岁郑佩佩在美国安详辞世 周庆时发文悼念 回顾她的一生 虽历经坎坷 却始终以乐观坚韧著称 郑佩佩晚年定居美国 子女陪伴左右 临终时刻 家人为俊 给予她最后的温暖 她一生简朴 身后是一层简 她被诊断患有非典型帕金森综合症 这是一种罕见病 目前没有治疗方法 她决定把大脑捐赠给港大 用于研究 作为家中的长女 郑佩佩自有承担重任 展现非凡的责任感与无私 进入演艺圈后 她凭借卓越演技 成为一代侠女 即便为爱隐退 重返影台 仍以唐伯虎点秋香等作品 再创高峰 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令人敬佩 晚年 郑佩佩依然热爱生活 积极面对身体的不变 与女儿合照中笑容依旧灿烂 她的无私与坚韧 成为家族的骄傲与榜样 子女为照顾她 一居美国 家庭间的温情 成为她晚年最大的慰藉 最后 也祝郑佩佩一路走好吧